儒教修行勾养 这是你自修 不管你自己要异教奉行 你还要教化众生 它是大乘法 大乘菩萨之身 法菩提心 身心因果 独圣大乘 后面还有劝敬行者 所以单单自己做 还不行了 还要劝化别人 赞叹地藏菩萨形象 那么这个形象 可以注意说 就不是雕俗 彩化的形象 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形象 是地藏菩萨 是现在人间的形象 他用什么心 出事待人间 他用什么样的态度 借出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这叫形象 辞地藏成章 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 释迪迪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讲解 地藏菩萨本念经 地藏摄灵经 丹塔善悟叶报经 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造一个地藏菩萨像 这就是赞叹了 你全搞错了 所以此地的赞叹 一个是要为人隐住 还得要为人做好榜样 你修地藏化门 你像不像地藏菩萨 你的形象 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 这个叫真赞叹 你能够这样做 地藏菩萨在末发时期 代表世尊 弘发立身 戒淫大众 你的所愿所求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你所愿所求的 是你自信公德的现行 还是佛菩萨对你的加持的 还是佛菩萨对你的加持的 你连着都有啊 自信公德是因的 佛菩萨加持是愿意的 如果自己没有真修 如果自己没有真修 佛菩萨那个语言记不上 想给你做真上语言 没法子 办不到 必须自己有因 没有真因 佛菩萨给你做主言 这个果就很顺利成就了 到底在这个地方呢 到底在这个地方呢 我会想给你做真正的事